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直播 我是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 HS-II Academy的江主任 现在要来跟大家播报 这个新企业教育的部分 都发生了哪些新闻 其实这个新企业新闻蛮多的 但是我没有办法全部的播报 所以我就挑了一些重要的 首先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 那个疫情期间 就是这个学生贷款的部分 就是说他们没有在支付 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拜登一直要推这个 就是要帮他们减免这个学贷 那后来就是说前几个 前一阵子就是这个 联邦法院已经说不可以 这个是违反宪法 所以就不能就是给他们减免 一笔勾销 所以现在他们就是要缓缓 那现在的话就是说 他们大概在八月份的时候 要开始还款 可是呢 这个文章讲就是说呢 根据这个信用报告的分析数据 来推算 就是说去年这个时候 去年四月的时候呢 有五百多万人 他是付 就付不了这个贷款 那今年呢 就是这个时候呢 他这个数字又增长了 大概有六百万的人 是没有办法支付这个学生贷款 其实这个贷款一个月大概支付几百块而已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支付 那这个里头呢 当然跟这个很多东西有关 可是最主要就是这个物价上涨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就是通货膨胀的问题 那所以呢 他这个文章的结论就是说呢 如果说现在就是有六百万人 恐怕是付不了 但是又一定要付 因为这个法院已经说 不可以减免来讲呢 是不是应该用一个就是说 收入的 你的收入高低来去推 就是说你可以还多少金额 去就是说去计算 就是说不是你一定要付多少 而是照你的收入的高低去计算 他现在是说想要推这样子的方式 那我就不知道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是觉得说那我们的房贷 也没有帮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计算 对不对 因为以物价上涨其实每个人都受到影响 对不对 不是只有这些欠学贷的人 那我们这些华裔的家长 很多都是乖乖的自己 从小孩子一生出来 就在存这个钱帮他们付这学费 那我们就是自己讨要包付 那我们是不是利益受损了 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是什么 不过呢我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自己的小孩 当然我们是没有给他们带这个学生贷款 可是呢他们去读大学的时候 发现他们的同学 大部分都有带学生贷款的时候 其实他们回来的时候是有跟我说 谢谢我 就是说没有说一毕业就扛了一笔债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华人的一种文化 好那讲到这个学生贷款真的是一个问题 是因为学费很贵嘛对不对 那这所大学普渡大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其实这个学校它排名步是非常的高 但是在华人圈子里面还是特别的有名 他的这个理工科尤其是非常的知名 那这所普渡大学是公立大学 然后呢他现在就是说 刚刚宣布说明年呢他还是不涨学费 然后他是非常的佛心 因为他已经连续12年都没有涨学费 那他的学费现在呢 就是如果是印第安纳州的居民是 大概不到一万块 九千多块 那如果是外州的这个居民呢 就是两万八千多块一年 其实两万八千多块一年 你念本周的这个 比如说家中学生念UC家当 也是比这个贵啊 然后呢如果是国际学生大概三万左右 所以呢真的是算是比较怎么讲 比较价位低一点 然后呢当然他这个也是一所知名大学 那这个四年读下来其实是省蛮多钱 而且他一直都没有涨学费 那别的大学现在是拼命占 努力的在占 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非常佛心的古度大学 那当然了学费很贵 那如果说能够增加收入 能够一辈子投资报酬率够的话 我们大部分的家长都还是会觉得说 还是要读大学 那学生呢其实90%的大学毕业生 他们都觉得说是值得的 这是根据最新的调查 然后呢这个的问题呢就是说 这个90%的人觉得这个是值得是因为 就是说呢这个大学毕业生 他比高中毕业生的收入呢 其实是一年多赚三万块 根据统计然后呢比这个就是所谓的负学士学位 就是AA degree还是多了8000美金 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 就是投资报酬率的计算呢 还是不错 不过呢现在就是说 如果说你没有拿到助学金 你扛了一个很大的贷款呢 因为43%的学生呢都扛了至少5万块美金的这个贷款 然后呢17%的学生是扛了10万块美金的贷款 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对他们来说就是压力会比较大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这个助学金的计算 助学金的申请呢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因为不管你是自己拿钱出来付或者扛这个贷款 真的是金额都是蛮大的 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 因为读大学当然是值得的 可是这个费用的部分呢确实是比较高一点 好那我们上个星期有讲到这个纽约市呢 他们订了一个新的法案 就是说只要你是纽约州的这个州民 就是你在纽约州的这个高中毕业呢 你是州民呢 你都一定会被纽约州立大学或者纽约市市立大学 自动这个就是录取 那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市立大学的这个分校呢 他们现在就是要提供这个大麻的这个专业 其实他们之前已经提供了这个专业 它是属于复修的一个学位 minor 那然后也提供了很多的奖学金 结果呢就很多很多的学生 所以呢他们觉得是大成功 那他文章里头就讲了说 这个大麻真的是很好 对很多这个病人的帮助很大 那当然啦就很多事情你如果要把它讲得很好 那你也是会有一套说法嘛 那其他部分就要自己想嘛 可是呢现在他就是说会把这个复修的学位呢 变成正就是等于是说从副牌变成正牌 然后呢就是说呢 这个部分呢就是还会教学生如何经营大麻事业 成为企业化经营 所以这就是现在的这个也是一种趋势吧 所以就是他们就是硬是就是说提供了这个专业 其实也不是只有他们提供的专业 其实现在还蛮多大学提供这种专业的 好那这个呢就是说现在的一个趋势 好那我不想你的看法会不会让小孩子去读这个专业 还是你自己想去读这个专业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我就跟你们分享一个经验 因为我上一次呢有一次在一个眼镜店呢 就遇到一个就在南加州一个非常有钱的城市 长大的一个孩子 他就是发生的孩子嘛 跑到奥克拉河马的大麻工厂去工作了好几 一两年 然后呢后来是跑回这个南加州 他说是他逃回去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有这个黑帮介入 然后就引起了大屠杀在这个大麻农场 就是因为有黑帮介入嘛 那他就说他吓死了 他说他差一点就没命 所以他是逃回了南加州 所以我觉得很好笑 这个故事啊就是跟这个小孩子聊天 好 再来呢我们都知道 这个月底有一个很大的案子 对我们华裔亚裔都是非常重要 就是STUDENT FOR FAIR AND MISSION 就是公平入学这个组织呢 他们告这个哈佛跟这个北卡大学 就是关于这个录取的时候呢 有这个涉嫌歧视就是亚裔学生 好那这个部分呢最近有很多的报道 然后呢呃现在有很多亚裔学生都出来 就是说呃就是做见证说 其实呢这个呃就是说这个骑士的这个高强 就是这个平权运动就是一种骑士的高强 已经就是见了很高来对抗我像我这么优秀的孩子 好其实我看了一些文章好其中有两个孩子 我印象还蛮深刻那当然有很多很多都是分数很高啊 那呃当然可能你会说啊那可能他们不是说非常的这个呃就是说 有人格特质还是怎么样 可是其实这这次我看了一些真的是蛮真的是 你不能你绝对不能说他没有人格特质 像其中有一个女孩子我还常常看他的YouTube影片 她是一个在呃加州理工呃读呃读大学的一个女孩子 她高中的这个平均成绩是4.85 然后当然嗯SAT也是将近满份这个女孩子做的YouTube频道非常多人看 所以其实你不能说她没有人格特质啊 然后另外一个男孩子她是呃就是说做了一个自己的这个初创公司 也是很成功啊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呃很就是我很高兴他们都站出来了 因为我知道其实像我自己的学生也是一样明明知道自己吃亏了 可是家长跟学生都不会愿意站出来说话 好甚至打官司那右边这个是呃之前我有请你们看过两次这个电影就是那个呃 Try Harder就是那个讲到北加州那个洛威尔高中的这个华裔学生在申请大学的过程中是如何的这个呃辛苦 如何的这个就是受到不平等待遇这个右边这个是他们的顾问 在就是说给他们开会 就是说教呃指导他们申请大学的过程就是用这个PPT光明正大就是说这个呃你是亚裔 you are Asian这件事情呢 też dessa 你会染 усп печl deze这样子 är 某 group 然后供我的人好像不要听诺诺这个我 corporal 很多这个美国的这个学校这个学校不要把他们的学校变成 uc ervine 初的因为测诺我们有一个就与 ninete fortress 中国移民大学 就是说他们不要让自己的学校 变成很多很多的亚裔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糟糕的一件事 因为他都可以光明正大这么说 这怎么不是一种歧视呢 所以我们也当然很期待 看到这个官司最后的结果 可是我觉得实际上的操作 会不会真的公平对待 我们的这个华裔学生 亚裔学生 或者就是说录取 是不是应该就是看 学生本身优不优秀 而不是看肤色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其实根据调查 82%的美国成年人 他们都认为说 大学审核就是不应该考虑种族 可是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82%是一个平均 但是如果你分肤色呢 当然就是说这里头还有就是说分说美籍非裔啊 就是拉丁裔啊 好 这个白人啊 跟这个亚裔 你看这个美籍非裔是71%的人觉得说不应该用这个种族 好 其实他们也是大部分觉得不应该 可是呢 你看我们的亚裔好 就是76% 也就是说我们是第二个 好 仅次于非洲裔 我们是第二个觉得 呃 就是说就是我们反对这个用种种族 我们是还还倒数第二个 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人还傻傻的觉得说 哎 考虑种族还就不是大部分 就是说还蛮多人 蛮多亚裔觉得说 考虑种族是哎 OK啊 就是二十几个percent的人 我们应该是九十几个percent的人反对这件事情啊 怎么会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钞票 真的就是很少 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你要看很多的平等是真的平等 还是只是偏袒某一个主意 所以你要看看最后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是不是 所以你不能就是听到平等 哦要平等平等平等 其实真的平等的背后是真的平等吗 你要看一看啊 对不对 好 那讲到这个平等最后是不是真的平等 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迷思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像现在一些保守都像这个佛罗里达州之前就说禁止这个 呃就是学校里面推这个DEI 我一直叫你们被DEI DEI这个多用化包容跟平等 多用化包容跟平等 你们有没有被 这个每一件事情现在都要用到这个DEI 好 那现在德州呢 就是说德州州长签了法案说 德州的公立大学呢 不可以推这个DEI 就是不可以在招生啊 或者是教学 或者是这个雇用这个员工教职员上 不可以用这个DEI 不可以用种族 要考虑的是能力 而不是这个种族的问题 好所以这个就是真正就是说呃你要看一个人有没有能力而不是看他的肤色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呃就是等于是有一个拉锯战了好好那呃就是说疫情之后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学生就是家长可能因为这个宅家网课家长不喜欢或者是说呃呃就是教材的问题或者是校园问题校园安全的问题他们就不 要让孩子去上学就在家自学所以呢 所以呢家中呢在疫情之后呢增加了70%的这个学生是在家就是上呃就是自学好 所以之前呢是大概有两万五千四百人就是在这个2019的这个学年 那现在呢就是说呃最新的数字大概有超过四万人是在家自学好那右边这个新闻呢就是说其实现在全美国呢在家自学不是只是限制于这个保守的基督教家庭以前我有见我有那个学生是保守的基督教家庭所以他们就是不会让小孩子去上这个外面的呃课程就是啊 啊一些呃比较不符合他们的三观的东西好那现在呢就是说这个趋势就是说不是只有限制于保守的基督教家庭会让孩子在家里自学 其实有很多的家长也都会考虑让孩子在家里自学好那这个当然牵扯到很多比如说一些比较激进式的教材或者是说学校到底教的够不够 教的好不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是现在的趋势好再来呢就是这个呃 AmherstAmherst是一个这个college好就是呃爱摩斯特学院其实这个学校呢大概是呃美国这个文理学院排名前几名的好那他这个学校呢从2021年的10月份呢就宣布说要取消对这个校友子女的这个呃就是优先录取的这个 呃优惠也就是说你是校友子女好那你的录取机会会别别人高他2021年的10月份宣布就是说不会再继续给校友子女加分那就是因为就是那个时候呃已经就是说申请到了一半嘛所以他们就是说2020年也就是说去年才真的开始做这件事情 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呃录取率校友子女的录取率从11个percent降到了6个percent也就是说呢大概就跌了一半好那这个呢其实也是现在一个趋势因为很多的这个呃社会批评就是说这个校友子女优先呢等于是说因为你比如说你是哈佛毕业的 然后你的小孩子身体哈佛又比较优先录取就是等于是说你们家一辈子世世代代都是在上流社会好那下面的这个呃这些呃就是说中下阶层的家庭他的小孩就没有办法往上爬所以他们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呃等于是说privilege就是说精英阶层的这个呃不好的一个事情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直被批评 所以像现在这个John Hopkins啊约翰霍普金斯好像马尊米公本来就是没有这个校友子女加分像康乃尔就没有嘛好然后呢他们现在就是慢慢的有一些学校在推那其实呢根据就是一个调查这个就是我们合作的那个George Mason大学好他们做过一个调查就是说75%的美国人觉得这个校友子女优先录取是不好的一个政策就是有一点精英政策的这个呃结果好所以 就各个各说各说各话但是因为为什么大学要给校友子女加分因为第一就是说通常校友子女录取他们会一定呃去读的机会比较大所以这个实际报道率是比较高的第二就是说因为校友子女的入学之后不管入学前或入学后他们会一直捐款给这个母校所以这等于就是一个呃就是一个connection所以呢当然他们很需要这些捐款好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造成了造成了其实比如说像哈佛他你是他的呃校友的子女你的录取经费大概有五到六倍好不过他是呃本科的加到本科呃就研究所加到研究所所以你是研究所毕业人小孩申请本科是没有加分好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各说各个话因为如果你是校友如果说OK如果说你是校友你的母校 说啊校友子女没有加分哦不会给他那你还会不会捐款给他也许你会啦可是有些人可能就不会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各有各的说法好但是这个呢就是现在的趋势好所以也不是说你说了算好所以就是这是现在的趋势 但是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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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呢也是这个这个呃也是一个这个呃长春藤的萌校之一嘛好他之前呢就是收了一大笔捐款也是这个呃就是就是几百万 啊那这个就是说这个捐款人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但是呢他当初捐的款项是希望就是他们能够把他们的这个呃高尔夫球场能够设施能够提升然后让他变得更好可是呢他们却把这个钱啊用在就是说给他们的高尔夫球队员身上所以呢这个呃他这个捐款人的子女呢就非常不高兴所以他要求退还就是说剩下的 三百八十万美金好所以这个呢就现在有一个这个呃官司在打所以呢其实这些捐款他有的时候会有特定的这个用处所以学校也是不能就是说想干嘛就干嘛好所以其实这些捐款其实有的也不是白捐的嘛好再来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呢现在呃这个国际学生呢印度裔的印度的学生就是一直在增加嘛 所以根据最新的数字呢在美国呢国际学生这个签证呢五个签证其中有一个就是发给来自印度的学生尤其是现在很多那种领尖大学他们都有给国际学生奖助学金所以呢当然如果你生长在印度可能你会觉得来美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你可以拼命的读读书而已吗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对不对 拼命的读能够创造自己的未来能够拿到奖助学金当然要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现在也会越来越多嘛好那这个呃就是说我们来比较一下就是美国呃就是中国来美国的国际学生呢在去年减少了将近两万五千人可是呢印度的学生增加了六万四千人你觉得这个数字有没有悬殊很大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的状况印度的学生来 美国读书的越来越多好其实印度印度印度意在美国真的就是大成功不管是这个呃教育或者是这个呃他们在这种审核上的影响其实相对比我们来说来的小啊就是负面影响啊我是说好然后在各行各业都爬了很高我觉得这个跟他们非常传统观念很有关系就是他们不会觉得说想要啊你快乐就好啊你没关系就是 哦他们不会这样子他们就说哦不行你就是要做医生哦你就是要读那个长春藤这样子就是还是那种很传统的思想好那再来呢我们讲到这个NOTO DEM好就是这个呃圣母大学他也是一所顶尖大学好他这个标准化测试的这个呃可选式的申请呢再延一年好其实他现在没有说他不要这个测试他就是说他这个可选式再延一年所以其实他还是 蛮重视这个测试的所以你像这个NOTO DEM好他的申请人里头呢百分之六十大概六十几都有递交这个呃标划测试所以其实大部分的申请人都是有递交标划测试虽然是可选式的而且呢递交的这个分数呢都蛮高平均一千五四百五十到一千五百三十好ACT是三十三到三十五所以这个数字还蛮高的所以呢 现在来讲呢就是说当然可选式的这个呃申请就是标准化测试可选式呢如果你有递交还是会呃增加你的录取机会所以现在呢一定要呃标划测试的就是像这个呃乔治亚理工呃乔治亚大学佛罗里达大学 所以这些都是一定要标划测试那现在都不要看标划测试你也不要给我看的那个就是加州大学跟这个呃加州理工哈对又在加州